鏡頭轉到東南亞 要帶您看 捷耿颱風侵襲菲律賓北部地區 為當地帶來強風豪雨 災民超過十五萬人 幸好沒有傷亡意外 捷耿颱風星期一上午 在呂宋島的東岸登陸 瞬間風速每小時一百一十五公里 把露樹和路燈都吹倒 而豪雨更是引發了 淹水和土石流 導致部分道路和橋樑無法通行 當局緊急疏散 將近一萬五千人到臨時收容所 而捷耿颱風目前的威力 雖然大幅減弱 但是天兔颱風今天晚上 可能又會為呂宋島的東部和北部 帶來風雨